一年一度的香港花卫展 明天向公眾開放 不過受到天氣影響 部分花可能會被預期遲開 講到最受歡迎的花 屈甘香是其中一種 不過近來天氣凍 以及受到雨水的影響 部分較預期遲開 不過大會就估計 去到星期六日 一定會開得很燦爛 今年花卫展是以家做主題 長頸鹿、鱷魚、海馬等動物造型 代表來自森林、沼澤 和海洋的大家庭 而家樂花就是今年的主題花 一樣有家的含意 因為家樂花要在溫暖 和陽光充足的環境 才會生得比較好 就好像香港人 都生活在溫暖的家庭裏面 大會今年也特別注重環保 展覽結束之後 未能夠送到學校、醫院 和老人院等等繼續種的花 會有特別的方法去處理 讓他們化作春泥更护花 我們用完的花位 如果他們雕借了之後 我們會送回去環保署 在牛潭里的堆肥廠 把它轉為堆肥 我們希望在泥土拿回來的花位 可以回到泥土 明年可以再生長出更漂亮的花 讓我們可以延續我們的花展 體驗環保的 還有這一塊的景觀牆 用的不少物料 都是來自舊維園泳池 拆下來的建築廢料 無線電視機者 陳簡報道 我們在這兒 感谢观看